參加第二屆的諸子之路 我從此得到 得到也包括我們徐公主教授的貢獻 他在當年2009年的兒福書院裡面 對我講到 我要跟他報告說我得到了 那為什麼得到呢 我自己心目中 到現在為止 認為千山兒福書院 是天下第一書院 那我坐在旁邊的是 鄧宏伯教授 岳福書院可以挑戰 那因為我沒有去過岳福書院 我心目中的就是我的見識所及 另外還有一點原因就是 從客觀面來講 千山的岩山的兒福書院 融合了朱熙陸香山 還有我們呂市中親呂主謙 有三個賢人當時同事在一起 那個客觀上分量之重 我想不必我介紹 那第二點是主觀上 因為我姓呂 我發現兒福書院裡面有一個呂主謙 扮演的功能 所以容許我主觀一點想法 那接著我要談的是說 我為什麼認為兒福書院是天下第一書院 因為我三十年來的實踐 各位 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做御師三十幾年 沒有受過法官一毛黑錢 仍然可以 勝訴的比例非常高 所以大部分的法官都是在 格物自知窮理 憑證據 謝謝謝教授 剛才你也講的時候尾巴有提到法律 引用了胡適的大膽假設小薰求證 然後你也提到那個邏輯問題 這個基本上是對的 只是我的體會說 在這個邏輯跟求證中間 裡面有很多法官的心的問題 所以這個也包括陸向山 王陽明講的治良知的這些很高的程式 在法律的術語就叫做自由信證 那因為自由信證的這個問題 我也簡略的提一下 像陸向山提的幾段話 包括陽明的幾段話 陸向山說斷送是本心 就是他在跟陽簡在問答的時候 表現出來了 那後來王陽明也說 如問一辭送啊 不可因其應對無狀 起個怒心 不可因其延遲遠轉 生個喜心 就是說 不是說人家法庭下面那些問答的 對不對 你喜不喜歡 就去偏心了 這是從心的角度去承示 另外啊 王陽明也說 須精細審查克制 唯恐此心有一毫偏矣 這邊是格務自知 部書宋譽之間 無非實學 若離了事物為學 卻是著空 所以啊 陽明也講格務自知 那剛才高正兄以及各位都是租學的這個專家 租習在很多地方也談心的問題 所以是不能截然化分禮跟心的 所以當年兒乎智慧 融合禮心的這個功能啊 我覺得是很大的一個意義 這就是我為什麼我認為得到 就是我把現在我們實用的工作 跟我們古學的這種傳統文化 尤其是兒乎的這個內容啊 融會了起來 剛才我們湖北那個蔡教授有提到 這個儒學 除了傳統儒學以外 我們要怎麼樣去發揚 怎麼樣去運用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啊 我覺得台灣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同的陣營有不同的意見 旗艦太多了 世界也有很多旗艦 前不久我們看到美國總統跟北朝鮮在新加坡會談 這種會談啊 其實也就是一種兒乎會 世界的混亂啊 就是不同的意見啊 這個沒有辦法溝通 所以這個兒乎啊 我個人認為有世界性的價值 不只是延山 不只是上郎 不只是江西 不只是中國 它有世界性的價值 那我年輕的時候在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我得了國事學位 研究了很多西方的法律哲學 剛才謝教授好像也有提到卡爾波霸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我當時啊 讀了很多卡爾波霸的東西 就是尋求客觀 還有什麼價值相對主義等等 這些西洋的這些哲學 我認為我們兒吳當時的精神啊 找了西方八百年 所以這麼好的東西 它具有世界性的價值 好 那這樣是理念 那我在2009年得到以後 我們回去用怎麼樣的行動啊 來例行跟發展 我從下面幾個方面來跟各位報告 第一個就是分別在2012年跟2016年 在新竹還有彰化設立了台灣兒乎術院 那為什麼找新竹跟彰化呢 因為那邊的地產比較便宜 台北的非常貴 那我希望我有生之年啊 有機會在海外弄五個兒乎術院的 叫做分支機構或者分身 因為啊 岩山的兒乎術院 就像梅州的馬祖一樣 我希望以後啊 在海外各地有 一百個一千個兒乎術院的這樣一個精神 那我覺得這個在法律上應該不會構成謊貌 因為它是一個精神的一個追求的一個方向 那我個人當然沒有很大的原因 我要說服我在美國或日本的朋友 也不能去設兒乎術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幾年來我們台灣兒乎術院也編了四本書 第一本當然是呂主席人的學問 把它做了一個精簡 那第二個 我們也出版了那個 《理學旅學》 後面那個旅是雙口旅的旅 就是在旅學的大家庭裡面 有呂主席人之學 那我們台灣有那個舉辦那個世界旅士中心會 我曾經在三次的世界旅士中心會 每一次都有一千五百個人聚會 我就在宣揚我們兒乎了 所以現在有許多旅士的中心 因為我們本家的人都不知道有李祖謙 先從本家做起 所以我就在旅士中心裡面宣揚這個 這個李玄 這是第二方面就是著書 我最近的一本書是去年編的 就是《法律古文經用》 我們在座有那個國文中文系的教授 我大學一年台大法律系的時候 我就想有一本 運用古文裡面蠶式現在法律還可以用的 裡面非常精華 譬如說蘇中坡 蘇中坡有一句話說 人聖法 法為虛器 就人太強的時候法是虛的 法聖人 人被畏 人變成沒有用 他說法律這樣規定啊 我不能為民服務啊 就會產生這樣的情形 人法並行不相勝 則天相安 我實踐了上次學的法律 我認為蘇中坡這一句話 把人字跟法字的平衡啊 寫得真好 那我就覺得說這個傳統文化裡面 在現代法治的現代化裡面 現代化裡面有很多可以養分的作用 那最後一段我要說的就是說 我跟各位不一樣 各位甚至學有專長 各位是供給啊 是體啊 我是用 現在台灣的問題就是 歷任了三十二十年的法律人的一個當領導人 但是他們的學問的知識太薄了 所以我的任務就是在法律界 尤其只是台灣法律界去鮮養 包括大陸的律師 我來過大陸四百多次啊 我也跟大陸的法律界 所以大陸未來也有一個問題 如何將各位的這個學問啊 傳到法律界去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我就擺演這樣一個矯正 不好意思我忽然忘了那個徐公喜也是律師 那我最後給我一分鐘 兩分鐘我介紹一下 那我們台灣鵝烏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余祖天的精神就是兼容並蓄 說我們鵝烏社會裡面有很多人才 我今天特別要提一下 我們這個鄭哲平教授 鄭哲平教授 那個鄭哲平教授是美國的法學博士 威斯康訊大學 那他對國際法 然後他在中央研究院任職 現在已經退休了 當年他制定了台灣科技產業的很多法律制度 所以法律跟科技跟讀學很重要 然後他們都很容易的運用英文啊 我希望俄烏的這個理念啊 能夠透過他們用英文跟國外來做一些宣布 另外還有一個卻對鄉教授 他也可以在台灣用英文講學的 然後他也有做汽車防熱那個貼紙 很科技化的這個產品 那他也是也會講英文 我下個月在泰 汽車什麼 汽車 隔熱子 隔離 隔離 今天他跟我說我們坐那個 那個遊覽車啊 都用那個布幕遮起來看不到美景 他說如果貼了隔熱子 不會特別好 那下個月 下個月世界女士中心在泰國曼谷 要舉行也是一千多人 我已經準備要去曼谷演講 奉陽這個兒子的理念 但是泰國有一部人啊 聽不懂中文了 我們有一個 呂市中心曾經擔任過泰國前總理 他的中文名字叫李基文 有一次他公開演講就是說 我非常欣賞中華文化 可惜因為已經經過三代了 我看不懂中文 所以我要拜託 確認將華文的稿 翻譯成英文啊 給泰國前總理 來看一看佛洋我們俄屋的精神 還有我們David 他是台灣俄屋書業的執行長 他是做國際貿易的 我們都不是各位像各位本科的 但是我們願意學 以後各位多多教我們 那另外我們那個邱馮欽 也是做生意的企業家 他們是已經有錢了 可以到處玩 我希望各位參與 這個俄屋的忠者 最後我介紹武力寫 他是台灣俄屋書院的那個美術總監 我們幾個俄屋書院都弄得很漂亮 都是他的功勞 我們理事中心裡面有人寫了一個書 對 不是 他去找人幫我寫 千山俄屋 高一點高一點 千山俄屋書院 天下第一書院 這不知道是什麼題啊 那個天下我會有一點看不懂 對對對 千山俄屋書院 天下第一書院 不好意思 那個閱讀書院 在現代化裡面 跟大學院校結合在一起 力量是很強的 我們知道 謝謝謝謝 非常感謝李永海大律師 這個 他把這個傳統文化和法律 很好地融合 在這個方面呢 我要向他學習 雖然我也幹了三十年的律師 但是呢 我沒有很好地把他跟他融合在一起 我只是做了一些研究 然後呢 打官司歸打 打官司 自良知呢 還是做了一些 但是是做在心裡面吧 我們下面呢 我們有請 這回是真的啊 山東 山東省社黑夜的 土葛國際教授 有請